知名的景点旺高辽在上午发生了一起车祸 16岁的少年没有驾照骑车 疑似过弯失控摔车 整辆车还往路旁暴冲 波及到7人受伤 其中有一名女学生被撞后 左腿骨折伤势严重 闯祸的少年自己则是受到轻伤 紧张货报急忙赶到事故现场 小心翼翼协助七名无辜造状学生 还有肇事骑士送医 其中一名女学生左腿骨折伤势最严重 幸好经过医院治疗没有大碍 学务主任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关心 19号上午学生们来到旺高辽附近进行践行活动 没想到却发生车祸 对于细节表示还在了解中 重回车祸现场车体碎片四散 博右路面上还留下许多刮痕 深色机车倒在地上 车壳严重破损 19号上午大月9点半 台中市前往旺高辽的道路 发生惊险事故 初不了解当时机车行进南屯区中台路 疑似路况不熟 下坡过完失控摔车 机车还冲向路旁学生 造成七个人无辜受伤 这边如果是车速过快的话 会容易发生危险 当时目击的同学表示 机车突然冲向人群 大家都吓坏了 受伤的学生根本来不及闪躲 实在很恐怖 而闯下大火难骑士 警察身份发现 年仅16岁根本没驾照 高一辍学从事促功赚钱 这回不仅自己受到轻伤 还波及无辜路人 警方将尽速厘清相关责任 依法进行开罚 今天从王胜炫台中报道